中美兩個大國 我們有分歧 有矛盾 同時我們也有重要的共同利益 有需要共同應對的挑戰 所以中美雙方需要對話 我們要恢復對話 我們更要深入對話 全面對話 通過對話來增進我們的相互了解 消除誤解和誤判 不斷地尋求和擴大共識 開展互利合作 推動方面關係 指定期穩 儘快回到健康穩定 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我們相信啊 最終時間會和事實會證明一切 歷史會做出公正的評價 謝謝 再次感謝郭建先生對我發出的邀請 我相信我們的會談一定會是一個建設性的向前方 我相信我同意 你知道嗎 我认为